財經點滴潘碧雲 年初有安倍經濟學雷聲大 但你看看在北愛爾蘭的G8會議 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太忙 不得閒見安倍 安倍腳都未離開歐洲 已經急急腳說 我的大門永遠為中國領導人闖開 又被中國領導人親不信 打完這些溫情牌 但在釣魚台島和防衛白皮書上 就完全不給一條路 讓中國可以與日本對話 正當安倍繼續大灑金錢 加上兵行險著推高東漲之際 市場上又推多一個李克強經濟學 其實中國相對比較集體創作 雖然李克強讀完法律再讀經濟 所以大家認為他在經濟上 可以有比較大的貢獻 但其實主席習近平 早已定調要走環保經濟 甚至不惜犧牲經濟 都要走改革 之後才有李克強的 長動不如短痛的經濟學出來 所以形成的對比是 中國不放水等同變相收水 去應付美國一旦收水的效應 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綠 其實好看中國可不可以貫徹短痛經濟學 還有會不會看到小孩賴地硬 跟著做大人的又要哄又要哭 這樣搞下去 小孩只會要你扶他一輩 兼拖倒自己 不過中國的問題 如初一次在美國和歐洲都看到 過往最厲害的一次經濟危機 吸收回來的經驗原來就是救得就救 作為父母的實知道問題在哪 但作為國家的又何嘗看不到的問題呢